華為出了紅紅的 帶了東西上來等等這些消息 我覺得這些炒5G概念 帶完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看到它帶那麼高 想追求的話 純粹看著 其實走光 如果它穿了今天的低位 就走了 中線我就不覺得應該要買 這些是通常 你下一個週期 炒6G之前 你放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它開始有些味道去炒6G 然後那個增長 又好像收到一些單 還有股價走勢又彈回來 開始慢慢整固完 沉上很多的底 開始爬上去 那時候才開始收集買 現在花豬開始商業化 到水尾 我又覺得不是 寧願是什麼呢 看看一些手機設備股 那些隊員下來又收集一下 那樣就好過了 所以5G那些 就彈一下 就可能有機會散 我們不建議大家去看